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我是范依华 今天加全解数呢 开低哦 大家又下了一大跳 还好呢 最后没拉上来 收在了8990点 那9000点似乎又越来越靠近 今天是小涨23点 好量的部分呢 跟昨天想比 今天是萎缩778亿 不过今天呢 我会发现说 在这个汽车领祖线 车用电子的部分 这个涨幅还蛮整齐的哦 苹盖股包括了这个鸿海啊 大力光啊 这些在内核数哦 之前呢 可能比较惨兮兮 被人家打了一巴掌 摔到跌停板 还好今天呢 拉起来了 那么今天在苹盖的部分 表现也还不赖 那么接下来呢 更多的一些个股 我们怎么来掌握 现在10月份 第一个假日 已经是开始了 接下来的选举行情 即将要到来 我们赶快来 这个邀请到 是人员头顾的 曾分医师林何彦 何彦哥你好 一网好 大家好 是林何彦 好远哥 之前很多人说 苹盖股如果不动的话 台北股是可能没有 那个动能哦 动不了 今天苹盖股 总算有点动了吧 对不对 而且动得比较整齐一点点 好像跟苹果沾上 一点边的 都还表现不错 尤其在这个半导体部分 今天电子股也稳住了 那个接下来的台北股 是怎么来看呢 好的 苹盖股在台湾来说 是一股稳定的力量 因为这个族群还蛮庞大的 而且很赚钱 是 那这一次 iPhone 6出来之后 虽然杂益蛮多 又有硬体的问题 又有软体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 股价还是都能够维持很稳定 股价都一直在 100块钱上下 很稳定的走 那请接着 这个月开始 iPad 新款的iPad 要问世了 所以又是一股 新的力量要出来 所以苹盖股也开始慢慢 得到市场买盘的挤注 所以最近这几天 苹盖股也都开始有表现 今天台北股是 收盘的时候涨23点 可能开盘开低 让很多人下了一身冷汗 因为台子期刚开盘的时候 一度跌了80点 所以大家可能蛮担心的 怎会落到这样 是不是跟占领中环有关系呢 可是一开盘之后 反而股价一路拉上来 大家又松了一口气 那为什么会这样表现 这个反应会那么极端 这个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做报告 那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跟欧洲股市 其实表现已经很稳定了 代表着 占中的影响力 已经开始慢慢的视为 影响力开始慢慢的缩小 那昨天 道琼只剩小跌而已 NASDAQ也是小跌 飞成半导地也是小跌 那昨天国际市场上面 大家比较注意到的 震荡比较大是在原油的部分 昨天国际原油价格 大跌了2.98美元 每桶 一天跌了3%多 因为全球原油的库存增加 所以昨天油价 波动是最大的 这是国际市场上面 昨天比较注意到的焦点 那至于昨天下午的时候 欧盟统计局有发布一个 9月份的通膨降到0.3% 这是2019年以来最低的一个 最低的一个成长%数 代表怎么样 代表欧盟区通膨一直拉不起来 大部分国家通膨都大概设定在 年成长2%左右 那欧盟通膨那么低 是不是也代表着 市场消费的意愿很弱 也代表欧盟大多数人 对于整个欧盟区未来的发展 还是有一份隐忧 那有一份隐忧 那为什么股市反而能够大涨呢 为什么 因为通膨起不来 那么欧盟它就继续以超低利率 来刺激景气 甚至于接下来 印钞票QE的可能性会更高 所以昨天这个数据发布完之后 德国开始大涨 法国也开始大涨 那因为这个影响到的是欧洲的部分 美国比较没有影响到 那昨天美国能够剩下小跌 代表香港的问题 其实影响已经开始越来越小 那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涨最多是eBay eBay为什么涨最多 因为传出来一个消息 eBay将要分拆 PayPal来独立上市 那这个一定是跟阿里巴巴有关系 对 所以这样的消息 因为它只要独立拆开来上市的话 那么对于eBay 会有很大的一个获利抑注 所以昨天1倍大涨了7.5% 那阿里巴巴昨天是持平 小涨一点点而已 苹果昨天也涨0.64% 昨天3D系统 是跌了1.6% Clean也跌 先进技术 先进技术从苹果 确认蓝宝石机板没有用之后 先进技术从18块钱 跌到剩下10块钱 一勾个的时间跌掉80个percent 第一趟呢 昨天也跌了2.53% 也跌得蛮多的 然后福特 我们前天有讲过 福特因为召回 有问题的车子三十几万辆 昨天调降它的今年度的获利 昨天跌7% 前天跌7% 昨天继续跌2% 那Tesla昨天跌1% 可是今天汽车零件股 表现都还不错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台湾有很多汽车零件厂 其实跟大陆是有关系的 跟大陆有关系的 那大陆今天开始10月1号 开始进入年度的消费旺季了 你知道大陆一年销售多少汽车 你知道吗 台湾一年如果能够卖到40万辆车 已经是高标 对 大陆一年至少可以卖到1000万辆 1000万 1000万辆 所以大陆开始进入年底的销售旺季时候 其实跟大陆的汽车零件厂 跟大陆的汽车大厂 有连带关系的零件厂 其实慢慢的那个业绩都会拉上来 所以Tesla昨天跌1% 可是国内间汽车零件股表现其实不错 是受惠到大陆市场需求开始要升温的部分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美光连续涨了好几天之后 昨天是小跌两毛钱 跌了0.7% 连1%都不到 小跌一点点 可是会龙反而大涨3.7% 一样是记忆体低伦的部分 我们来看会龙 会龙昨天大涨3.7% 在美国股市道琼跌那打跌 记忆体股一样还是很强势 你看会龙涨3.7% 北比多少 28倍啊 28倍 所以相对的美光的北比 财报发布完之后大涨率颇上来 北比还是只有13倍而已 相信之下 会龙28倍美光13倍 这个比过下去美光还是低很多 所以美光法人圈已经喊到50美元 喊到50美元 如果说以他的获利来算的话 两块半 大概本益比是接近20倍左右 还是比会龙来得低 所以美光这波虽然说昨天 小跌0.2元 小跌两毛钱 可是整个新的多头公司 美光已经开始发动了 这个收链三角形 三个月的收链利用财报发动 目标50元 我相信这样的现行 大家看了之后应该不用我再多说 大家也会认同说这个行情 新的多头正式开始发动 那美光多头发动的结果 谁会被带动 当然就是华雅客嘛 对美光现在已经跑到上面来了 相对华雅客已经来到62块钱上面了 华雅客还在低档区 所以华雅客本身来说还是严重落后 北比只有六倍而已 这个股票不用说 不用再过多解说 一定会上去的 一定会上去的 你手中有的人 扑掉 你还在放空的人 小心哦 我知道市场上还是有人不放弃 继续在空 华雅客目前空单已经来到 两万两千多张了 你只空单比较稍微的 如果演变成轄空的话 那个气势会更强哦 你要注意哦 你看礼拜一 华雅客开高杀低 因为是当冲尾盘杀出来的结果 我已经提醒你了 上星期五花桌大卖 空单还有两万张 小心加空 一公完之后 昨天华雅客 马上你我掌停板去 马上拉到掌停板 那拉到掌停板 空单不但没有退 还继续加码空 有时候不要硬着跟行情对战 明明就是一年能够赚五百亿的公司嘛 本益比才六倍而已 你扛那时候要做什么 你如果说空中本益比二十倍三十倍五十倍 还比较有点道理嘛 是不是 你是空中本益比六倍的 你觉得你有胜算吗 那如果真的被夹的话 那只能说你赔钱嘛 你就真的去皮痒啦 对不对 我之前给大家看过嘛 以外资的操作 第一波从二十四标到六十二 外资卖了十六万张 所以这波线不是外资的问题 外资股票也是被洗掉的 这波压下来 从七月四号六十二压回到四十三 我跟大家讲过 外资一路卖是因为 它故意要压低进货 果然从八月八号开始 涨也买 跌也买 外资一路买了十六万张 所以可见得已经很清楚了 这波外资缺席 股票会碎起 紧接着把它压低下来开始进货 很显然的外资即将要接手 要来操作华雅客 外资即将要接手操作华雅客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看 你看 最近这几天外资一直在卖股票 卖一百二十四亿 华雅客接受加码 昨天卖四四亿 群创加码华雅客 昨天华雅客 一样继续加码两千六百多张 外资继续加码华雅客的情况下 今天华雅客大概没有错 今天是小跌 那今天小跌 如果有好买点 你还要求小跌 你要掌握哦 今天华雅客没有跌多少 大概跌个两毛三毛而已 好乱要求你来掌握机会哦 知不知道 好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开低又拉回来 今天为什么会压低 因为财政部长说大户的条款 不会就这样子取消掉 因为之前金管会已经有在透露一个讯息 如果量一直出不来 可能会把这个大户条款给 cancel掉 给拿掉 可是财政部长今天就出来讲啦 大户条款不见得是影响到股市没量的 唯一因素 所以大户条款我们不会拿掉 那你既然做这样宣示 你知道到昨天为止 外资在台子期的空单 有两万六千多口 你财政部长这样讲 外资当然一开盘就马上 泼一盆冷水给你嘛 对不对 所以台子期一开盘马上跌了八十点 让大家拚了 脚手要冷冷了 那既然你自己惹的祸 你就要自己擦屁股嘛 所以台北股市一开低 四七点之后 马上很快的十分钟时间翻红 代表什么 金户合拨嘛 因为外资竟然把台子期压低了八十点 他不可能去把股票给推上来嘛 所以今天开低四七 能够很快速翻红 外资互盘拉上去的 那这个就必然的现象嘛 对不对 你自己照的捏 你要自己擦屁股嘛 所以今天政府的互盘 是很明显的 这种方法是很明显的 那整个指数的部分 我跟大家谈过 我一直跟大家讲 最近这三个月 都在走十八天 十八天的循环 跌十八天 长十八天 对不对 所以之前在高点区的时候 跌九千五一顿 不会提醒过你了 在九千五十后 我提醒过你了 两无筛 注意哦 小心回来哦 果然讲完之后 果然讲完之后 是不是回来了 回来之后 我一直跟大家说 注意第十八天 注意第十八天 加上指标在低档区 随时要反转的机会很高 第十八天多 上星期五 三低之后 拉高收 变成小跌二十几点 很可惜啦 因为最近 香港占中的关系 让这个行情 想要上去 一时半刻上不去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一直在做低档的抽脚 踏路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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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底部已经越打越扎实 周期的转折 十八天已经结束了 加上 开始进入选前两个月 这边投票的时间 载贵二十九号 选前两个月 九月二十九 所以开始正式进入 选前两个月 连刷三变 踏路扭起来 三个爬 我相信这个底部 已经越来越扎实 目前市场上 看空的言论还很多 但我尊重他们的看法 因为未来的行情 在它没发生之前 每个人看法 可能都会不一样 可是我提醒 你看空的 看坏的 立爱税理 你要小心 为什么你要小心 因为接下来要选举了 依照台湾历年选举的行情 我跟大家讲过 我研究选举行情二十年 二十年来 任何一次的选举 都脱离不了 五步曲的步调 而且五个阶段走势都一模一样 我们上课已经上过首部曲了 这个月我会再开二部曲的课程 你有兴趣的 到时候我开的时候 你再来学 这个准确率百分之百 尤其我统计过给你看 从选前两个月到选后一个月 对选举前两个月 到选举后一个月 这段时间 二十年来 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选举 都去超级一千点以上 都去超级一千点以上 你觉得今年会例外吗 所以分析不是看着线形 再分析 线形上就看多 所以九千五的时候 全市里大家看好嘛 要也落下来嘛 那现在跌到八千九八千八 因为跌了嘛 所以大家都看空嘛 你就看着线形跌 你就看空 线形涨就看多 那只能讲墙头草啦 风吹两边倒 这种不客观啦 零和宴会在这个地方 坚决告诉你 后面有参举行情 我不是在赌行情 我是把二十年来 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选举 那个过程的结果 始终如一 选前两个月到选后一个月 这二十年来 每天的选举都去超级一千点 所以我相信这个地方 也一定会有一波选举行情 你看上一边 前一次是总统大选 选前选后 也是千五点啊 当时跌到六千六 全市场根本就吓坏掉了 上次总统选举到六千六的时候 那个不是什么半年线 年线的保卫战 那是跌到十年线啊 而且还跌破十年线 大家说啊 十年线破四了 每次破十年线都会有 怎么样 都会有金融风暴 所以当时市场看得更空啊 之后林和彦强力在支持 一定会大气 因为要选举了 有选举行情 果然 破了十年线之后 开始一路大涨一千五百点上来 两年前的事情 忘记了吗 如果你那么容易健忘 那当然没话讲嘛 对不对 相同的错误 你就会不断重复的发生嘛 那既然有千点行情 依照我操作选举行情的成绩 每次选举一定有倍数的股票 上一边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一千五百点 柯家我们操作一点二倍 有辉赚两倍 顺达赚85% 所以我也相信 这一次的总统选举 后边这三个月的行情 后边这三个月的行情 一定也会有倍数股 一定也会有倍数股 就只看你们抓到而已 你如果抓到 后边三个月的时间 你的责赚 一百变两百 两百变四百 四百变八百 你这个年就很好过 那如果你没有掌握到 可是你相信这里有倍数行情 最起码赚两成三成 也不过分嘛 对不对 最怕怕说 这个地方你看空 明明 参技赚赚跟你无关 唯一就是让你赚钱的机会 你还在半空被榨上去 就可惜啦 是不是 所以临头业每天苦口婆心 苦口婆心 一直劝你 一直鼓励你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 跟着我一起 来掌握后面的赚钱机会嘛 有行情我们不会错过 这次我们又规划了选举行情 抢红包赚一倍的活动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企图 有这样的决心 如果说你认为说 哪有可能 你如果觉得不可能 那没关系 我希望你 那你就看嘛 你觉得不可能 那你就看 在看的过程当中 帮我们加油 相反的你如果觉得 林河彦说的话有道理 你如果相信我 或者你觉得说 反正赌看看嘛 有赌有机会 没赌就没机会 对 你如果觉得你也想赌一把 我看看来找我 你来找我 后面三个月时间 我会尽全力帮你 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倍数的机会 我高平找好了 十一档股票都找好了 仔细高平都找好了 如果你也打算 郭明奇打拼了 你也打算跟我们一起打拼的 我们来拼看看嘛 对 二十年来每一次的选举 都有一千点的机会 对 那我们这次也来拼看看嘛 就今天 就今天 你看这才级股票 你看这十一档股票 开始在动了哦 开始在动了哦 你看第二号的 定期第二号的 的广报 这次我是直接看给你看了 对 从一百六就开始跟你讲了 每天讲每天讲 我们也实际在买啊 对 昂宝 买进 对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一开盘 昂宝买进 紧接着 拜四拜五又加码完了 礼拜就涨停了 昨天又拉尾盘 又起六块 所以又涨六块钱 今天昂宝又涨停了 今天昂宝又涨停了 23% 23%了 选举行情 选前两月到选后一个月 总共三五个 现在刚开始第二天而已 才刚才第二天而已 昂宝就二十几%了 你说他一倍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吗 好 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喔 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喔 昂宝这支股票我们没有盖 每天讲每天讲 你相信年轮延的 随时买随便买 闭着眼睛买 你都赚钱 今天涨停板 那你如果还在怀疑的 我也没办法 我尽力了嘛 对 你还在怀疑 你还在怀疑 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我尽力了嘛 我只能讲说 后期股票 你甩手要更快的喔 对 你看今天 二号 定期第一号的 今天也是大涨 3% 定期第三号的 今天也涨停 第二号的刚才涨停 就是红包 定期第三号涨停 定期第三号涨停 定期第五号的 我开给你看 五号是凯胜 今天也大涨 定期第八号的 今天也大气 4% 今天涨4% 所以这些股票 已经开始慢慢在升温了 夹钩票 已经开始慢慢在升温了 等一下 个股的部分 一档一档 再来慢慢谈 再来慢慢谈 有兴趣 有决心 要跟我们一起拼 倍数获利的 赶快 打那进来 不要错过时间 不要错过机会 好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这一档一档 个股真的开始发威了 供奖停了 供奖停 不然涨幅有4%以上 那么还有更多的个股 怎么来分析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翻查所有字典 没有一个词 可以定义我们所为 不是传统 虽然我们的工艺 恒久永存 创新只能触及几皮毛 我们塑造 绘制和探索 但我们并非探险家 雕塑家 或者画家 没有一个词 可以定义我们所为 唯有 老历士之道 嗯 你有口臭 口臭是因为火气大 赶快吃 政绩加味消致丸 特别增加黄莲解毒汤 嘴达嘴口嘴臭也就好 笨笔搞灰气 政绩加味消致丸 新美学 新技术 新感受 德瑞克卫浴 智慧马桶 人员投雇 顶级服务专人规划 提供顾客专属服务人员 官线02-23219933 23219933 台湾好所在 全新改版 带您掌握 国内外房市卖动 现场直集 全台各地 中古屋和新城屋 省美观察 设计师 房屋主 主梦圆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台湾好所在 一次告诉您 请锁定三连财经台 台湾好所在 全新出发 我是肖门玉 请大家为我加油 我是官方选手 合工区 我是来一航 人穿两运 请为我们加油 我是三大学生 高一军 人穿两运 请为我加油 大家好 我是陈宜峰 各位熊明 请为我加油 人穿两运 我也会继续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来到时间密码 我们这个一直在说的 F 昂宝 最近表现真的非常强势 连续的这个三天五天 都是在往上来做攻坚 那么其他个股呢 进一步怎么来掌握的 恒云哥 好的 昂宝真的很强 昂宝真的很强 我所挑的这一档 这十一档 我挑的这材质备数股 他们的共同特色 他们的共同特色 都是高获利 高成长 低便利 尤其都是在底部的 等等都在底部的 对 你看并号一号这支 定期第一号 是在底部 有没有 盘了一年半的大底 大股东持股84% 这支股票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已经开了 这支是百亿公司 在台中开十七间百亿公司 那百货公司 进入到年底 一定是销售年度旺季吧 尤其今天十月一号 十月一号 大陆那边的国庆日 今天正式开始 人潮开始出来进到 去做消费 所以昨天 已经开始动了 今天 继续涨 已经连三起两天了 两天三趴三趴 已经六趴了 对 这次大抵完之后 在那上星期打下来 上星期打下来 我们下去 混一下去捡六七块钱 六十五的楼子拉起来 拉起来 那中股票才刚开始而已 刚刚开始而已 因为你看它这个底 打这么大 大股东持股八十几趴 一百二块 百三块 都没购 哪有可能没购 所以它会大涨一波上来 大股东才会逢高出 就像类似F王宝一样 F王宝原本大股东持股 是八十几趴 古年对九十块 一楼子有捏我三百块 捏我三百块 大股东开始事股 卖卖卖卖卖 又把它卖下来 大股东持股降到剩下五十三趴 所以像这种情况 它现在背来四趴 不可能等一会 一定会收一趴 所以这股票刚开始而已 那黄宝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今天黄宝又涨停 对不对 那业绩可是好得不得了 那业绩可是好得不得了 大股东持股也八十几趴 所以这也是一个风险很低 空间获利机会很高的 我解完之后进行动 我昨天特别讲 这支股票是Nike的概念股 所以有会员朋友打来问说 林老师你说 Nike概念股是哪一支 我说定期第三方 定期第三方 你看是不是第一天而已 是不是第一天而已 大股东持股82% 尤其今年能够赚12块钱 北比才9倍而已 Nike概念股 Nike 礼拜四财报发布之后 一天涨12% 北比28倍 北比28倍 那Nike的概念股 北比只有9倍而已 你看Nike最近 最近这一年来 最近一年来 Nike对外八块 一路比较到90块 Nike大涨 EPS3块 北比28倍 它的供应链 它的供应链 碳12块 股价反而从220 跌到剩下100块钱 这个不买你买什么 对不对 这不会 你要买什么 尤其 大股东持股80% 所以这个股票最安全 它还会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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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第五好 F开胜 进行跌200块的时候 206 我说不好去堆 半年报权它抬 下来喔 果然讲完之后 果然讲完之后 下来了 下来之后今天 台胜开始动了 开始叮当啊 没有时间跟大家 一档一档谈 我只能说 后面三个 你相信你的眼 我们一起来拼倍速 有兴趣的 大家一定要进来 大家一定要进来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